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二十四號公布 嬌生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 安全無餘 而且對於中度到重症的患者 達到百分之六十六的效力 美國FDA審核小組後天 將開會討論是否批准 白宮官員就指出 一旦獲得批准 下週就可以配發三到四百萬劑 嬌生疫苗 紐約啟用位在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 兩處新冠疫苗施打場所 羅德島和麻州兩個拉美 義族群為主的城市 開始積極施打疫苗 德州則有長長的排隊車槽 等著接種疫苗 美國目前每天施打約一百八十萬劑 新冠疫苗 疫情開始獲得趨緩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二十四號公布 嬌生集團研發的單劑疫苗 可以安全有效預防新冠病毒 有望迅速獲得批准 FDA在本週五將開會討論 是否批准在美施打 嬌生疫苗 FDA科學家證實嬌生疫苗 對於中度及重症患者 整體保護力約百分之六十六 對於最嚴重的患者 效力更高達百分之八十五 而且只需注射一劑保存和運輸也相當便利 如果交生疫苗獲得批准 將是繼輝瑞BNT疫苗和莫德納疫苗之後 第三款在美國核准使用的疫苗 而且只需注射一劑 第十四天就開始產生防護力 渴望加速對抗疫情 公視新聞政委人吳錡昌編譯